走進歌劇院 櫃台工作人員每個笑容可居 身穿定制制服 不過卻遭網友批評 這制服看起來跟宣傳照 實在差很大 看看女版宣傳照上 model制服穿上去看來合身硬挺 工作人員實穿感覺鬆鬆垮垮 布料還皺皺的 紅色腰包更被網友批評 好像沒法師的工具包 再看看男版 男模穿著鼻挺白黑配色的襯衫 肩線符合身形 配上領帶長度剛剛好 不過工作人員卻被拍下 穿著不合身又皺巴巴的襯衫 難道制服size沒考量體格嗎 設計的照片上面看起來質感非常好 然後但是實際上的照片看來 就覺得怎麼會這樣子 那種外國人model穿起來 那種衣服就是不一樣 穿起來每個人感覺就是不一樣 有人覺得落差大 有人覺得宣傳照本來就有美化作用 而工作人員則說 希望大家把目光聚焦在 他們提供的服務上 當然是會有啦 因為畢竟我們是服務人員 那跟一般的專業的模特來說 相對上當然是有落差 其實這身制服出自呂英的 新銳服裝設計師黃威之壽 制服曝光這天 他也在自己臉書發表感言 說廢時兩年企劃執行 期間還遇到預算和資源困難 努力克服才終於誕生出這套制服 只不過他仍在英國 對於網路上的負面聲浪 則是透過臉書說 不修蝙蝠 穿什麼都一樣 我們並不是靠我們的長項或是身材 我們是靠我們的服務 那我們這樣子的服裝 他其實有搭配搖包 那可以放我們的對講機 盯著國家歌劇院光環 工作人員的制服 也成為人人注目的焦點 落差大不大 其實還是見仁見智 這裏連邊王世函 台中報導